吃鸡吃到家门口是种什么体验 不得了了兄弟们 绝地求生竟然出中国风地图了 而且还是个八成八的大地图 荣都 同时维安祖作为联动角色也加入 是成龙收手吧 说回地图 神经哥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 觉得中国风那肯定是整点古风的园林 再弄点山水民居 结果万万没想到 除了古风元素 他们还把现代元素也给加进去了 你看这个城市 活脱多一个北上广深 到时候我在足疗店刮伤爱摩一顿享受 而你在万大广场被人埋伏 我可不救你啊 什么 这个不够有特色 那你看看这个体育场 是不是特别像鸟巢 再看这条标准跑道 我都能想象得到 以后我肯定会有一群 不务正义的玩家聚在这里 举办五千米赛跑 你在前面跑 裁判扛了枪在后面追 落后的统统变成盒子 除了体育场 新地图啊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就是这个试车跑道 看这复杂的道路 我建议直接把这块地 开发成赛车游戏 甚至可以是道具赛 旁边放满手雷C4什么的 赛车就得玩点刺激的 输了的玩家 直接送到旁边的汽车修理场 打螺丝 除了这些有特色的区域以外 新地图还加入了可破坏的竹子 虽然没什么用 但撞起来真简呀 然后在城市区域里 还能看到横向扶梯 有了扶梯 移动速度肯定加速了 说不定这就是逃离追杀的关键 等逃离了追杀之后 可以找找附近的唱片和烟花 倾听音乐 放放烟花 庆祝自己活下来 造的动静呢 还能吸引下一波追杀 这不就连上了 这次的戎都地图 神经哥只讲到了新内容的一点点 还有太多好玩的东西呢 等着你们去发掘 现在新赛季已经开始了 戎都地图呢 也已经进入可选地图了 所以兄弟们 快来体验传新版本吧